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9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美国中期选举日之制 司法部近日宣布 计划在全美24个州的64个投票站进行监测 并派监督员进驻投票站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多州的官员对此表示反对 明确表示司法部的工作人员 不被允许进入投票站 同时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也指出 联邦政府要求进驻特定州的特定投票站 这种举动很不尋常 综合媒体报道 司法部最近宣布了中期选举的总体计划 通过民权师、刑事师、国家安全师 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 保护投票权 并确保投票过程的完整性 本周一美国司法部宣布 计划在24个州的64个投票点 监测11月8日中期选举 对联邦投票权法律的遵守情况 监督员将包括来自民权师 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员 钱外在联邦法院命令授权的情况下 还将部署来自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监察员 然而佛罗里达州的官员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美国司法部的工作人员不被允许进入投票地点 佛罗里达州州务院总法律顾问布拉德·麦克威 向司法部选举官员约翰·拉斯表示 佛州法律不允许司法部的监督人员进驻投票站内 据悉此前 司法部曾宣布 将监督佛罗里达州三个院遵守《联邦投票法》 麦克威还指出 某些司法部工作人员可能符合执法人员的定义 他们肯得到当地书记员的许可后 可以进入投票点 但如果没有一些证据表明需要联邦干预 或一些联邦法规优先于州法律 联邦执法部门在投票站内的存在将起到反作用 并有可能破坏对选举的信心 另外 麦克威里州科议院也对司法部的这个要求进行了反击 该院书记袁史提夫考斯曼尔向《大纪元时报》表示 司法部不会被允许进入我们的投票站 对此 密苏里州州务卿 共和党人杰伊·亚什克罗夫特表示 科议院的官员考斯曼尔正确地拒绝了司法部的这种过渡行为 州务卿办公室也完全支持他 与此同时 外界还注意到 司法部声明称 正在向全美24个州的64个司法管核区派遣监督员 包括阿里桑纳州皮马院、乔治亚州科部院 和密杰根州弗林特市 然而目前外界还不清楚 这些州的特定投票站是如何被司法部选中的 司法部州说 其目的是监督联邦选举权法律的遵守情况 对此 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 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表示 联邦政府要求进驻特定州的特定投票站 这是好不尋常的举动 目前针对多州拒绝司法部的进驻投票站的要求 美国司法部还未有对媒体评论 请求作出回应 11月8日 《华尔加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言论指出 习近平筹备在年底前 访问沙特阿拉伯的计划 借助本次行情 北京尋求深化和沙特的外交关系 报道称 北京政府在几个月前 已经筹备本次访问的计划 暂定在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展开 加拿大王家银行 资本市场大中商品研究部门高管 阿拉伯特指出 习近平本次出访 将是对未来战略的调整 在此之前 沙特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 并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换作 但也维持了与俄国的石油欧佩克联盟 而北京政府长期以来展示出亲爱的立场 引发国际社会警惕 也是在8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疫情爆发后首次出访外国 赶赴柬埔寨 参加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峰会 今年以来 越南菲律宾等国家 在南海问题上与北京的冲突加深 在台海与朝鲜半岛的问题 也增加了地缘政治的紧张程度 在出访前夕 李克强发表一篇文章 期间承认 北京在该地区的外交领域 仍然面对困难与挑战 发生社7日报道 通过身份验证的推特账号 可以获得蓝剔标记 推特新任CEO马斯克上任之后 部分热门蓝剔账号 将用户名称改成他的名 测试他对言论自由的承诺 这些帐号随即陆续遭到停权 马斯克昨天发推文说 推特用户如果在没有明确表明为 模仿的情况下 冒充他人 将被永久停权 然而马斯克上月底 以440亿美元价格完成收购推特 预金尚未详述盈利计划 他目前采取的行动 包括财減全球半数员工 并宣布蓝勾勾认证服务不再免费 改为每月收费8美元 此外 马斯克8日还提到美国的中期选举 他呼吁思想独立的选民投票给共和党 他说 共享权力可以抑制两党最差的满权行为 所以我建议投票让共和党控制国会 因为总统拜登是民主党政 中国房地产行业经过十多年荣景后 目前需求疲軟陷入低迷 不少地方当局延长扣仿优惠等措施至年底 报告说 外资正兆兆加速低折 《经济日报》8日引述中指研究院报告 至今年9月 贝莱德、大和房屋、宜商鸿木等外资 加速买入北上港深商业地产、办公楼 藏租公寓、工业与物流地产、城市更生、数据中心等 部分外资积极收购房企债券或股票 报道还说 5月 广州市一土地拍卖场上 出现香港首富李嘉诚旗校和记黄报公司身影 业内人士表示 近两年外资关注的一二线城市 成交土地的平均日价率大幅降低 甚至是零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因博士 向《希望之声》表示 事实上 中共在二十大之后 做了很多试图消除外资移类的事情 目的是继续将资金留在中国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 地方当局的财政是靠土地收益而来 外资担心 中共政策的不确定性再上升 再撤出 他分析 事实上从他的帳户原额 国际收支来看 有相当多的中国资金在外途 会影响他的汇率 那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警信 中国新的土地开工面积 或房地产成长的年增率 都在慢慢的下跌 所以吸引外资投入这个产业 对他特别重要 海外智赴天君政经研究员任重度认为 外资买入的消息是中共制造的一个烟雾弹 想让外界认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变好 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一回事 他向希望之声分析 因为经过一年多例 房地产的债务危机有目共睹 很多的海外债权人 都拿不到他们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所以这些外资为什么还要进入呢? 另外一个阻证是 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 外资已经连续9个月从中国流出 任重度指 就是说 纷纷的外途 特别是中共二十大以后 更多的资金在向外逃离中国 所以我从这些数据方面认为 这个并不一定真实 另一方面 据中国证券部报道 近期浙江二污等多个城市的地方当局 陆续宣布 将购房契约补贴 由9月30日延到12月31日 鼓励房企针对团购 提出优惠活动等稳柔市政策 任重度说 从各地的交易量 业绩报告可以看出 现在有价武士 房屋卖不出去 另外 据房企的中期业绩报告 销售量亦在下降 他说 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交易数据亦在下降 所以这些都表明 房地产市场正在萎缩 这种所谓的刺激 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中共并不想让房价下跌 会造成一个是金融风险会不断的增加 然后影响金融系统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公布的 《中国八成价格指数》报告 主要的100个城市 10月规格各类用地建筑面积 同比减少15.7% 10月成交各类用地流面价 同比降低0.2% 在中国的持续严格风控之下 不仅中企租业 中国经济疲軟 富豪的财富也都连带缩水 据最新胡润百富榜显示 今年中国有钱人的总财富 比去年下降了18% 目前中国富豪们的财富出现了24年来的最大跌幅 据11月8日发布的2022年胡润百富榜显示 今年上榜的中国富豪共1305人 较去年下降11% 总财富为3.5兆美元 较去年衰退18% 而今年上亿万富豪榜的人数 较去年减少239人 只剩946人 胡润百富榜的主席兼首席研究员胡润说 今年身家暴跌最多的富豪 是深陷債務泥潭的房地产开发商 碧桂圆的董事会联席主席杨慧言 财富缩水157亿美元 腾讯创始人马法腾的财富跌幅第二大 以146亿美元在榜单上排名第五 農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 以650亿美元的身家逐作首富 他是名单上少数财富呈正在成长的富豪 舊去年增加17% 字節跳动创办人张一鸣 位居第二总财富约350亿美元 年减28% 至于阿里巴巴創办人马云和他的家人 則排名第九较去年退步4名 据国际货币基金预估 中国今年2022年经济成长率僅3.2% 如果成真 那将是自1980年来 僅次于2020年的2.4% 经济成长率最低的年份了 这次新闻播报完毕 多谢收听